浩瀚星河 城铸坏空 不断轮回的宇宙星辰 山河大地 科学家追寻的是永恒 但天文追星人追的是一个遥远而孤寂的浪漫 这是17年前MIT台湾志在零度上下的塔塔加安部 记录到的一群追星朋友 感慨吐露追逐的最爱竟然如此遥不可及 17年后 麦歌和老友在相逢 已经不必扛着巨型大炮望远镜 而是窝在温暖的圆顶下观赏美丽星云 这是我们三个月前的约定 众诺的麦歌到处许下要拍摄记录的承诺 我们一一实现 却也收获满满的看到春三月的凤凰山路 万花西春 虫鸟争鸣 圆花而行的十天尽头 举目所见是凤凰台地最高点上 一处造型奇特的风雨回廊 让人不舍离去 也不舍无限春光 赏花 关心 由西头 一年四季都有个好理由 车行南投路谷的香道 车窗外水源饱满的麒麟潭 道路前端的凤凰山 有凤兰移 又是麒麟县锐 应该是一处传说中的风水宝地 有好山又有好水 好地方自然该和更多的人分享 尤其在春风柔 百花开的三月天 更不该错过 于是麦歌再度拜访 台大西头石燕林的老朋友 但这一趟 汇丰合唱依然 却多了满山茶香 开始热身了 主任 是 麦大好 台大真的是很大 是是是 好像从竹山进来 就走不出台大的范围了 是 我们知道麦岛上这西头 也走了一两次 那欢迎大家今天来到 我们的清水沟营林区 我们沿着那个151线好 那如果直走的话呢 往上就是西头跟山林溪 那如果到陆谷呢 左转之后呢 就会来到我们这个 凤凰谷鸟园跟凤凰茶园 那我们这边是 台大石燕林好清水沟营林区的 凤凰自然教育园区 这里是凤凰自然教育园区 是 这边海拔大概多少 这边海拔大概 将近840到900左右 哇 真的从竹山进来 听说沿着公路啊 一直往上爬 就开始进入台大的 整个这种营林区啊 这经营管理的范围 是是是 真的是很大 我们其实整个营林区 大概有3800多公顷 但是我们这个教育园区 目前所在这个游客 可以走到的地方 大概差不多20公顷左右 我们这里面 大概有四条步道 分别是森林运步道 这条是樱花步道 我们还有绝对标本园 我们还有在回廊这个步道 可以跟游客呢 看自己的体力的状况 来进行浏览 因为我们上次是 记录到西头那个地方 想不到在这么低海拔 这边也是台大的范围 其实台大好大概我们除了麦岛上次去的西头 我们今天凤凰之外 我们在还有低海拔的水里 那个海拔在卓水溪的南岸大概220公尺 还有一直到御山 御山顶都是我们本处辖馆的范围 上次有听到说最远可以到御山北风 包含北风气象站 那个地之前都是台大在管理的 对其实那个最高峰的那个御山所在也是我们 那因为后来御馆处共管部分 所以其实土地登记是登记在我们心灵的范围内 所以台大不只是最高学府 可能还是最大学府 是是是 上次好像那个刘富祖有跟您报告好 我们台大的校固里面为什么会有御山 我们也是很后来才知道 原来也是台大的校地的范围 是是是 所以这次来的真的是很巧 我们从办公室那边走过来 哇 从这阶梯上来就是 一条这个樱花隧道 樱花步道 那这边我们凤凰之然教育园区 有一个外号叫做东方小瑞士 那为什么叫东方小瑞士 我们园区里面有种植了400多株的这个樱花 像我们现在所在的这条就是合金樱 那我们还有吉野樱 三樱花跟八重樱 所以当每年这个二月底三月的这个时候 就一片花海形成这个樱花隧道 非常的引人入胜 今天麦导非常幸运 今天是我观察到 今年花季最美的一天 我们的花已经几乎开了八成 超过八成了 真的是功逢盛会 是是是 所以现在刚好开了八成的樱花 对 将近八成 樱花的颜色也是粉红色 对 刚刚昨天说是合金樱 合金樱 对 哇 也是很壮观耶 而且它是沿着阶梯两旁 这样一路上去 所以整个盛开的时候 也算是一个盛况 对 所以喜欢拍照的人一定是非常喜欢这里 国内好很多茶园所在 有樱花的地方也不少 但是有茶花跟樱花好 尤其有这样的步道的地方 其实并不多 所以这一次来到凤凰自然教育园区 可以说是赏心悦目 那也顺便来这边热身一下 因为我们上次在溪头拍摄 就走到天文台 那时候就听说有一条步道是可以沿着人线走到三零溪 我们那时候就说要规划好好计划这条 就从溪头走到三零溪 但是我们要走之前 先来凤凰园区这边赏花 顺便热身一下 是 上一次有未完待虚的部分 就是往南走是走到三零溪 往北走9.6公里 就会来到我们这个凤凰自然教育园区 不过这条就是难度比较高 后面的路况可能有点不太好 所以有一些登山客可能会稍微尝试比较挑战性的路线 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要注意安全就是了 从溪头往南走到三零线是南零线 这个比较适合一般大众的路线 如果要走也是可以走到这边 对 从天文台 但是后面往北走最后这一段路况不是很好 但是它基本上就是从天文台 往北走9.6公里 到凤凰山的北源 就是来到我们凤凰自然教育园区 所以它是有分北的路线 南嶺线跟北嶺线 南嶺 北嶺 那这里算是北嶺 对 我们这段比较挑战 好 那我们这次目标是南嶺路线 是 是 是 那我们先来这边赏一花 看一下这边古老的茶园 对 在挑战之前先来赏一下花 OK 好 我们就继续玩 是 走 圆花而行 已是木炫神池 再加上主任一口好话 赞叹这一天是花季中最美的时刻 说得麦哥心花朵朵开 这一路上放眼极势的合金鹰 花鸣有着浓浓的日本味 但推测却是台湾山鹰花 也就是飞寒鹰和大岛鹰的园艺栽培种 密集绽放的粉红花朵 吸引住游人目光 也引来不少爱慕的虫鸟 很热闹耶 今天好像大家都约好了 对啊 麦董 你听了几种鸟的叫声 我是听到很多鸟叫声 不过我目前有看到三种鸟来这边 是 这个樱花 西的花蜜 甜蜜蜜的 对 好像至少有冠语化美 白耳化美 绿羞炎 那还没有听到风鸣声 有 嗡嗡嗡的声 到现在也听得到 非常非常的大声 那因为今天 因为庆祝我们那个樱花季大爆发 大家蜜蜂成绩很久了 该上工了 纷纷很努力的出来采蜜 今天相信他们必然是满载而归 跟我们一样满载而归 是是是 所以今天这条樱花步道 真的是非常的热闹 有些蜜蜂真的很多 对 平常很早看到这么多蜜蜂 同时在这边工作采花蜜 所以那个声音 真的是嗡嗡嗡嗡嗡的努力工作 对 尤其我们这个旗航 我们在几年前开始做有机的这个摘票 大家刚才也看到我们有一些茶园 我们前五年开始有机摘牌之后 完全没有使用任何的农药 用友善的这个环境的经营方式 所以大家知道 这个环境有一个很齐见的物种是什么 就是萤火虫 当你在一个地方只要看到萤火虫 你就可以知道这个地方的环境 它是一个环境的指标 萤火虫出现代表环境非常干净 另外一个就是水很干净 水很干净的所种出来的茶 那品质当然是最棒的 难怪看到你们的 是是是 茶园好像都没有在整理 杂草重生 是 我在这边最常被游客问到的问题就是说 那个主任你们台大不是公压单位吗 为什么你的茶园看不到茶 因为我们没有试任何的农药 所以我们在处理杂草的人工成本上会非常高 所以有时候会看到那个杂草长得比 那个差还高 所以大家喝茶好 常常听说好 第一泡不要喝 为什么第一泡不要喝 有人就说因为农药 我们第一泡反而有人喜欢那个最纯的香味 第一泡喝下去第二泡第三泡 那个滋味都不太一样 不过今天运气真的是很好啊 天气好 整个 这边都热闹起来了 这鸟真的是很忙碌 看到很灵巧的 观影花梅这边跳来跳去 在这个樱花树上吸花蜜 那我们现在看到这是赏心悦目 然后也看到白有花梅 明显一个白色的斑纹 比较大支白有花梅 看到很灵巧的眼睛 旁边有一个白色的圈圈 绿秀眼 绿秀眼 来这边吸这个花蜜 那我们是来看这些花 它们是来吸花蜜 那还有一些蝴蝶蜜蜂 对 我们上次是冬天 等于是在溪头赏冬营 那这边的萤火虫是几月 我们萤火虫季节 大概差不多四月中 到五月中 那我们这边离溪头也不太远 所以陆虎湘也是一个赏银季 我们也会跟溪头 甚至隔壁的凤凰谷鸟园 我们会一起办一些赏银的活动 那种类大概跟溪头是差不多 我们这边大概是黑赤银为主 这边我们园区大概出 有调查过大概有十几种 十来种这样子 哇 真的太棒了 这个行程就非常的精彩 是是是 看不到花你就晚一点来 然后节目播出后 你就来这边看萤火 是是是是 所以这边也是 可以看到黑赤银的大发生 对对对 那搞不好我们还要再来 是欢迎欢迎非常欢迎 哈哈 一来再来 是是是 因为在山上就是这样子 不同的季节会有不同的感受 所以我们这步道是可以这样绕一圈 对对对 好 那我们就再慢慢轻松 好 好 今天真的是很热闹 是 这几年凤凰自然教育园区的 3330街合金英步道 已经被追花族收入赏银秘境的热门名单 脚下虽然还不见落鹰缤纷的烦恼景致 但耳中虫银银银银银 望路之远近 五感不知不觉就会走入桃花源诗词中的幽远意境 还不到四月 麦歌已经期待灰金锅提灯照路 点亮花海下这片香远意境的茶园 中文字幕称赏银银银银银银顶银银行